天氣越來越熱 台灣的供電吃井 我們還能夠有什麼替代能源呢 你知道嗎 科技部去年底選定了 宜蘭三星 蘭陽西畔 鑽探了深層地熱井 預估到今年7月 還要開磚第二口井 一旦能夠測到水溫150度 就有機會成為台灣 第一座深層的地熱發電廠 我們說運用這樣的資源 其實國外 全球有很多國家 都已經在用 我們帶您看到這樣一個表格 是全球地熱發電前10名的國家 排行第一名 目前是美國 這個裝置它能夠 採用到的發電量 我們說這個是MW 它其實這樣的基準 採取的是百萬瓦 也就是說還有3525百萬瓦 這樣的一個數字 而另外還有菲律賓 印尼 墨西哥 紐西蘭 義大利 冰島 肯亞 日本 土耳其 這些國家都有在採用地熱發電 而且資源都相當的豐富 那麼現在也讓我們看到 宜蘭也有可能 能夠開發全台灣第一座 深層地熱的發電廠 我們會看到 一旷地熱的發電廠